而再来带观众朋友关注天气的动态 时间已经进入了典型的夏季台风季了 我们大家已经看到根据观测的结果 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出现热带扰动 而专家表示最快最快在周末有机会成台 而且目前的路径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北上 不过方向是朝东来修正的 但还是很有机会可以靠近台湾 因为下一张预测图 他就预测到了最快最快的在7月20号21号过后 这个如果台风顺利生成的话 他应该会从北部地区略过 所以对于东部地区是首当其冲的 在周末的时候气象鼠已经发出了长浪警示 可能东部东北部还有南部地区 就可以感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威力了 所以东部地区的朋友 特别是如果要出海作业的话 要多多留意天气了 这个周末开始可能会出现变天 而另外一方面在7月23号 7月24号也就是下个礼拜 会是如果台风生成的话 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风雨感受上会比较显著 那么不排除有机会 台风生成的话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这也都是预测的系数 所以未成台的变数还是机会非常大 关键就在这周末 但是由于他生成 经过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四天 所以应变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 所以趁着接下来周末 如果天气状况还可以的话 提前做好房台准备会比较安心 不过说到房台 近期大家应该都是防中暑吧 天气屡破高温没有更热只有最热 因为在台北市盆地的地形影响 又有都市的热岛效应 在万华就出现相当惊人的高温 尤其是他们一年当中 几乎20%的10千都是处于高温的状态 而气象专家还表示 过去他们都会观测 到底哪个行程区热岛效应比较明显 但随着气候变迁 几乎已经没有分别 整个盆地都热烘烘的 台北市高温日报来到37度 以上体感也有至少42度 但你知道吗 台北市最热的区域就在万华区 一年中有20%以上的时间 都处在热不适的压力之中 台北盆地热岛效应 体感温度标更高 建筑与气候研究师分享 体感温度P1T大于3 4度就达到热不舒适 46度是热极不舒适 陈代教授林子平也说 若全球升温2到4度 万华热不舒适 就会从一年20.6%的时间 提升到22.4%到25.5% 等于一年四分之一时间 当中三个月都在压力之下 林子平教授强调 目前高温现象 已经没有行政区界限 不能只看个别区域 应该从整个国土范围 气候地形 城市特征 整体观察 菲律宾东方外海热扰动 很有机会成台 看看欧美23号下周二预测 欧洲模式已经到台湾东方海面 但是美国模式还在东南方海面 两者北转角度分歧很大 F1粉砖台湾台风论坛 天气特级分享 台风真的要来了吗 太早真的太早了 两大主流模式预报分析大分歧 现在就想确定路线 真的只能靠拔杯 不确定性还很高 这种路径角度上来 或再更接近我们一点的话 下周也不排除 可能会发布警报 整个时间是落在礼拜天 而不是在礼拜六 大家如果礼拜天才注意到 台风生成的时候 去注意礼拜一礼拜二 或礼拜二礼拜三 才发警报的话 大家会去反映的时间 相对是比较短 所以不如就利用现在 先做好防台的措施 台风路径变动 当然要越靠近才越准确 但是提前做好预报 就是要提醒民众 先做好防台措施 万全准备尽可能降低災害 而再来关注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三中全会 正式登场 外界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在面对疫情之后的 经济趋缓还有失业率的问题 会不会做出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 不过期待的人恐怕要失望了 根据这一次三中全会的报告发布 里头提到最多的就是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解决 而在他们的报告当中 其实讲改革两个字出现了50次 而且主要高频次的出现就是深化体制的改革 领域会涵盖了教育科技以及土地制度 而且改革的时间表已经推进到了2029年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建制以来的80周年了 而值得关注的是外界也好奇 推到2029这就是意味着 习近平未来任期会延续到2029 并且再继续吗 令人玩味 与此同时呢 外界也好奇 接下来呢 三中全会可以说是他们施政方向的一个指标 但是新闻当中都是要深化凯格 但没有说开放或者是刺激经济 而且里头提到对于安全的顾虑似乎大于发展 那我们带您看看专家学者怎么看待这一次三中全会的 主要淡大两岸关系中心的主任张五月说 这五千多字的公报足以显见经济的篇幅变少了安全 两个字出现了16次 所以他会觉得从语意的分析来看 出现的评测来看成为了新焦点 而期待会后的经济措施能够拨乱反正 外界基本上是要失望了 而大陆的中央党校的教授也是对他的学者 朱利安就表示 新时代中国大陆的社会主要矛盾 是需要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 要来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务 不晓得这是不是在暗喻着社会的分配 还有贫富的问题呢 而与此同时呢 其实习近平也有出席到这个报告的会议 公开亮相 也破除了先前他说自己身体不适的传言 而三中全会如此的定调 全球会如何做解读跟反应 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神色自若 缓缓走进会场 国务院总理李强 人大常委会委员赵乐际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出席三中全会闭幕式 看不出丝毫异样 由于过往三中全会期间 都会释出相关照片 今年却异常神秘 因此传出习近平因为身体不适缺席 但大陆央视播出最新画面 颇有破除谣言的味道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 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 所做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布公告 提到七个聚焦 包括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建构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等 另外关注十三大项系统 像是建构支持全面创新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等部署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 大陆前外交部长秦刚 被免去中央委员会 委员职务的人事案 不过公报称秦刚是自行请辞 仍称呼他为同志 至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则是确认被开除党籍的处分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更好维护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失灵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 和创新活力 将近四千字的公报中 房地产这个词只有被提及一次 而且是强调风险控管 外媒彭博社分析 没有迹象显示 中共高层准备提出重大措施 提振内需或遏止防市下滑 习近平透过科技驱动 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中国式现代化 才能在中美对抗的环境下 立于不败之地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而过去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金融海啸之后 就是要扩大内部的供给 而他们扩大的方式 不是提振民间的消费力 而是开始大幅度的大基建 其中高铁的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项 甚至还希望能够把中国大陆的高铁技术输出 不过其实近期已经引发了 是不是为盖而盖 当地是否有需求 是否能够获利或是亏损自负的疑虑了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江浦站 由于位置偏远 配套不足 客流量低 所以现在都变成了蚊子车站 而中国大陆至少有26个高铁站 也都是因为这样当地需求根本不足 设战之后 人数人流量实用都偏低 都是蚊子车站的情况 而与此同时也有人算了一笔账 为了利用这个高铁的建设 来拉动整体的GDP 同时也期望交通建设过后 能够拉动地方的发展 所以投入了相当可观的金额 像是中国大陆铁路上半年的固定资产的投资 来到了3373亿人民币 大约是新台币的1.5兆 年增率10.6% 可以说是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能够带来多少拉台附近的 这个整体的商业 还有经济的效应 都还要再进一步测量跟观察 而湖南呢 也有一座2016年才启用的九郎山车站 平均客流浪低的吓人 只有10个人只能黯然关闭 海拔从2500米上升至3200米 坡度陡峭空气稀薄 让川津铁路的铺设更为艰巨 如果顺利开通 未来从成都到九寨沟 将从原本开车的八小时 缩短到三小时 免去周车劳顿 为了借由政府投资 带动经济成长 大陆国家铁路总局统计 今年上半年 大陆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以高达3373亿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1.5兆 比去年同期成长10.6% 创历史新高 然而随着各大站点陆续开通 能否维持营运并且获利 稳定的客流量是一大挑战 江苏南京市内的紫金山东站 外观新颖 但建成至今从未使用 另外同样是江苏境内的江浦站 也大门深锁停摆多年 大陆媒体统计 大陆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 因为位置偏远 周边配套不足或客流量低 沦为停摆状态 甚至是从未启用的文子车站 媒体质疑 从规划设计到投资建设 谁又该为巨额的无效投资负责呢 九郎山站的客流量 由运营初期的不到100人 下降到2021年以来 不足10个人 客流是严重不足 最终2022年暂停客运业务 地方政府为了建设而建设 却因为债台高竹 又没钱补贴铁路公司 最后沦为政府企业和人民的三书局面 美国华尔街日报估算 大陆地方政府债务已突破200兆人民币 随着经济放缓 越来越还不出钱 恐怕让大陆经济更雪上加霜 TVB新闻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